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困在那里了 就已经反正也上不去下不来了 根本不敢动 也就是偶尔就是挪一下掉个头 转一下 可能沾麻了这样掉个头转一下 工人们介绍 小羊已经被困三天了 在悬崖上 小羊为了避免下滑坠落 他始终保持站立姿势 并极力将身体贴近岩石 第二天受台风影响开始降雨 小羊靠喝雨水维持体力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羊肚子还鼓鼓的嘛 后面它有两三天不吃不喝 要是不下雨的话是肯定 要是连续勤的话已经死掉了 等于那个肚子憋起来啊 就已经脖得像已经那个骨头都看得到了嘛 悬崖底部是数米高的石墙 往上是茂盛的荆棘 再往上是更难爬的峭壁 工人和村民们觉得小羊太可怜 多次去营救 但都没能救下来 只好联系了救援队 借了那个升降支降车 用梯子把我们送到那个悬崖上面去 上去以后他们上面有个小平台 小平台上面以后不是有很多 发生很难走嘛 羊不是站在悬崖的中间位置 中间位置以后我们就是用这个梯子 竖起来以后把羊从上面抱下来 来来来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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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就是我们的羊 还有好好加香我们的四名都给你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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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把黄金眼综合报道